看看新闻吧 下方进行短信互动 以及滚动几家相关网站的 乡亲信息 好吧 我们来认识一下 场上六位小伙子们 好 我们要介绍 我和温小背后的 50位亲友团体员 欢迎你们 欢迎大家 还有50位在线观看的男网友 好 感谢各位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 今天登场的第一位女嘉宾 会是谁呢 掌声有请 马上就要轮到我了 不过我心里现在 还是挺平静的 我这次来呢 希望大家能多了解一下 我的家乡的特色 我是来自内蒙古的 蒙古族姑娘 我希望带着我心意的男嘉宾 回我们的家乡 看着我们的蓝天白云 一起蹭马奔腾 哎呀 我们这话筒架子 都不够高了 让人惊艳 哈喽 大家好 我叫康涛 今年22岁 是一个来自内蒙古的 蒙古族姑娘 我现在在工作在北京 是某航空公司的一名创务员 我的爱情宣言呢是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我在等谁 但是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人在等我 为了这个 我每天都很快乐 谢谢大家 这么高的格 有多高啊 进高一米七五 再加上其中 放高二学得一米八了 一八几了 嗯 我从来不担心来自内蒙的姑娘的才艺 因为是能歌善舞 是吧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才艺展示 是一首蒙文歌曲《祖国》 有请 有请 谢谢 我唱的其实真不怎么样 但是估计大伙给你票 因为看你个儿太高了 嗯 好 恭喜你过关了74票 现在我们要面对镜头 一起进入黄轩把国洗清刚红三连拍 准备好 开始 一 二 三 好的 台中有请 我们见识了康涛的高个儿啊 也想要第一时间见识一下 康涛的真面目 愿意在这个时候接下来面剧吗 我想保留到第二位 好 那我先问一下 你叫康涛 这个名字不太像是蒙古族的名字 对 我也有蒙古族的名字 那能告诉我蒙古族的名字是 我的蒙古族名字叫苏雅乐 用蒙语说是soyla 是聪明的意思 哦 聪明的 对 聪明的意思 好 选择一位你最新男嘉宾 哦 这个是聪明的选择吗 好 好 那么康涛你也可以挑选一个男生 坐着红椅子上为你说话 我选择黄洞 因为他是我的第二个被选的新衣男生 就如果没选刚才这位 有可能就要选他了 对 因为那个 我在反复地就琢磨了一下 我觉得还是不敢选您 因为我怕我妈在看重播的时候 把我妈垒着 啊 所以我就 还是很喜欢 你长得有那么可怕吗 但是我特别喜欢您 真的 很符合我的第四个题牌的要求 你嘉宾你好 虽然现在第四个题牌没有看到 但是呢 我作为你的备胎 我决定 我用全尺寸的备胎 为你说好话 好的 谢谢 我有一个要求 黄洞 他刚才说 他第四张牌上的要求 跟你这个形是特别吻合的 你能否来猜测一下 这第四张牌上 大概写的是什么内容 是用你这个形的 英俊潇洒 风流倜傥 太棒了 权重 谢谢 黄洞 谢谢 黄洞 来 女嘉宾你好 说一个缺点吧 好的 就是你的身材和脑袋的比例 实在不太对了 就是一米七多的身高 竟然长了这么小的一张脸 真是太让人羡慕了 怎么会呢 我的外号就是大脸盘子 不 一点都不是 而且你一笑起的苹果机 是让全电视机前 多少女人羡慕的 其中就有一位羡慕的 站在你旁边 我其实特别羡慕你的脸型 特别突出 引人注目 长得立体 女嘉宾你好 你好 其实我倒是觉得 其实你上面的脸盘还是蛮大的 但是我觉得越是往下看 我越是觉得担心 为什么 你看那腿太瘦 尤其是小腿 跟我们 但是可能是有点长吧 对对对 这次说得好 情商 这次说得好 情商一下就提高 对 打我来做比较 太长了 太瘦了 女嘉宾你好 你好 其实我有一个朋友 她也是蒙古女孩 穿高就跟你长差不多高 我就觉得是不是蒙古女孩 只要是喝奶茶的 或者吃羊肉的 都能长出这么高 身高的 那不一定 因为那个我就不吃羊肉 王振兴 你知不知道 我特别爱喝奶茶 和喜欢吃羊肉 但这效果不佳 你知道吗 所以说你说的是假的 你喝错牌子了 真的 女嘉宾你好 你好 那个女嘉宾来自内蒙古嘛 非常霸气 你唱的歌虽然我听不懂 但还是觉得很霸气 就是 就是我平时看节目 就蛮看 就看你 看的还蛮多的 然后我们就私底下 也会学那个台湾腔 就 那不然你学几句看看 就不是太会学 但是你说话 就会说人家心里痒痒的 好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 黄轩法国 《喜新刚逢》 《魂魅力之选》 你可以从对面的男生当中 选择一位 送出今天的第一颗爱心 第一颗给我的同行 张戴薇 好 恭喜戴薇 我们再通过一段 VCR的女嘉宾再做了解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康涛 今年22岁 我现在是某行动公司的一名乘务员 乘务员这个行业呢 可以到不同的地方 看不同的风景 走不同的路 还可以认识很多不同的人 也相当于行万里路 那我个人呢 其实有一个小怪异 就是我是特别能睡的一个人 可能我平时只要一休息 一般都是睡15个小时左右 还有一次就是我们航班大延雾的时候 然后我回家以后早上起来睡的 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 就已经睡翻片了 那我平时不睡的时候呢 喜欢看看球赛啊 然后去现场看看演唱会 然后特别喜欢具有像高小松一样的内涵 和葛优一样的幽默的男人 如果台上的男嘉宾你觉得你是这样的 那就对我表白吧 等着你哦 好 参考一下 我们再翻开两个方法 来来点一些具体资讯 好 康涛呢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 学的是涉外会计 但是呢你现在却在航空公司担任乘务员 他认为自己啊 是生错了年代的正能量女生 能歌善舞爱喝酒 这符合这个蒙古族人的特征 有自由主义的情怀 李嘉宾你好 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你会说自己是生错年代的啊 你觉得你是哪个年代的女性呢 就是我特别向往八十年代初的那种 没有太多的现在这种物质啊 或其他的这些方面约束 像高小松他书里自己阐述的一种就是 他年轻的时候去外边游学吧也算是 然后到一个地方 他把所有的路费花光了的时候 他在当地教书 然后教教小孩 然后挣购路费之后再前往下一个地方 他还说了一句话我很喜欢 就是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 我特别向往和喜欢那种自由的情怀 是这样 你真叫选择性失明 我就从八十年代就过来的人 八十年代你以为这个 你都以为有摇滚乐啊 这个到西北唱西北风 当时我们这个上学校不止留长头发 不能穿喇叭裤 不能谈恋爱 不能早恋 不能写情书 那个时候 事故比现在要多多了 没有互联网 你找个女朋友 每天就跟她去见面 费得劲呢 我当时在北京 骑半个城去跟她见一次面 而且没有电话 只能靠写信 你等她一封信来得三天 你觉得这样自由吗 对啊 而且其实你现在更可以实现 八十年代那些人想实现的东西 你催见了哥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那时候只是指一指 要去的话走路去 你现在是真的可以牵手之后 马上就去了 好 接下来各位男生要做出 他们今天的第一次选择了 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选择 好的 我们要再进一步了解一下这一篇 翻开另外两个复合牌 唐唐的谈过三次恋 追求者都是精心制造巧遇 但是最后因为这个南北的差异 太大而分手了 他第四张牌说了 这是形容黄洞的 他希望找这男生的 有高小数的魅涵 可忧的幽默 不要太帅 可能这一条黄洞更符合 他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你好 女嘉宾就是 你好 因为窑窕淑女 君子好球嘛 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次 那个追求者精心制造的巧遇 其实我之前那男朋友 他也是上海人 然后也是他那个制造巧遇 那我那个飞航班的时候 然后就是总会在我的航班上出现 然后给我写表扬信 我很感动 但是最主要我们俩当时分手的原因 就是主要是异地 女嘉宾 我问一下就是第四张牌的这个 有一定经济基础吗 你怎么去定义划分这个经济基础 是有车有房 还是在地域方面有什么 我定义的很简单 就是有车有房 然后还有就是 比如说双方的父母 谁突然就是想出去旅游 我们当时就能拿出这个足够的钱 然后让他们玩得很高兴 这就是我觉得一定 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概念 很合理 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 如果没有的话呢 各位男生要进行 今天第二次选择了 在此之前 我要问一下你嘉宾 愿意在这个世界下面去了吗 好的 好 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见面 好 在这个时候呢 你还要送出今天的第二颗爱心 送给谁 送给陈志宇 好 各位男生 拿起来手动弹剑器 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选择 好 接下来你可以选择一位 或几位男生提出一个问题 在身边了解一下 选择谁 我想选择谢威 谢威 然后吴康 想问一下他们怎么看待美女野兽这个概念 很简单 你和黄栋在这走一圈 我们就能够有答案了 那黄栋走一圈 你愿意吗 我愿意啊 黄栋来 诠释一下 到底什么感觉 黄栋突然显得特别的财大气粗 好 我们交个朋友吧 听说他这动态真像陈小春 谁呢 我觉得美女野兽是特别童话里面的那种爱情 是很美好的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女孩 然后喝一个 对吧 一个 你看着黄栋说 我就看着黄栋说话 不来 我才说半天 我不看你 你说 但我觉得就是从李敦上来说 一段感情 能够两个人都抛弃很多东西 而抗着很多压力在一起 应该那种甜蜜是其他人可能感受不到的 一定有他们独特的美 怎么听都像是谢威对黄栋的表白 那我还想有一个问题 我想单独问谢威 因为我知道你就是人生的阅历还算很丰富吗 我想问你 到目前为止你人生中做过最放肆的事情是什么 好问题 就是在我离婚的一个过程中 有一天我开车开在北京的南三环 特别堵车 然后我就可能心里面有点压抑 然后我就看到旁边的出口是晶晶高速 我就大概下午四点钟的时候就开上晶晶高速 然后凌晨大概十一点半开到青岛 然后也没跟任何人说 就在青岛待了大概一个星期 然后这是我做的比较放肆的事情吧 因为这个很不负责任嘛 也没有人知道你去哪儿的 然后就早上出门晚上就没回来 好 谢谢 好 你还可以向男生提出五个要求 不符合你要求的 他们会主动翻牌 第一个要求 第一个要求是 我不要没有去现场看过球的男嘉宾 没有去现场看过球赛的 可以翻牌了 好 你喜欢有运动爱好的男生 我特别喜欢现场的那种氛围 对 下一个要求 我不要没有去过四个国家以上的男嘉宾 对 世界的了解要多一些 对 很遗憾 在你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呢 你都不都看一下 没有看到你留下了 不过没事 你一开始就说了 你二号人物还在 黄栋 对 黄栋 我可以给你个机会 真的 你也表达了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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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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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的这个情绪很复杂 我心里想的 我不太会用语言去表达了 虽然说我平时可能会说一些 其他段子什么 但是我觉得野兽终归是要回归到森林当中去的 好的 谢谢 你会选择上之前心意的这位表白吗 我知道强扭的瓜不甜 所以我放弃表白的机会 好 那么这个人你是否愿意我们现场去公布 或者当成一个秘密 公布 当然 这位排在黄栋前面的他的首选 谢威 你是真正的男一号 那你没有给他留牌 我当然翻牌是因为 就你渴望一种自由的那种状态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像骆老人说的 这个时代是一个更好的时代 让每个人都可以更自由地选择 自己想要的生活状态的方式 然后我觉得你需要这种勇气 我觉得你以后可能给自己更多的勇气 然后你会有一天得到你的幸福 好吧 祝福你 好的 谢谢 再见了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每个人有他的脾气 多了爱 下面的讲究女嘉宾的史诚张 让我们一起掌声有请 好紧张啊 看着大家都在忙 但是自己又不知道做什么事情好 我现在好想喝一杯啊 让自己醉了算了 但是又担心等一下上台的时候会失态 我今天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大家等我的好消息吧 你这是第一瞬间为谁所倾倒了呀 大家好 我叫杜芙威 今年24岁 来自于黑龙江 我现在在上海从事婚礼策划师一职 我今天的爱情宣言是 对于世界而言你是一个人 对于我而言你是全世界 小杜画画得很好 很可爱 你属猫的是吧 这个体板上画的是一个很害羞的猫猫 在等待旁边这个神秘的猫猫的一个表白 我希望今天在现场可以找到这位神秘的猫猫 好 好 画画画得很好 还有别的什么才艺吗 因为我唱歌特别不好听 所以我想就是通过导演帮我拍的非常好的VCR 来夺得大家的支持的一票 谢谢 又明知又会说话吧 导演也夸了 对 好 那咱们去看微信吧 哈喽 大家好 我叫杜富威 现在在上海的一家婚庆公司担任婚礼策划师一职 其实做了这三年多已经策划执行了六十多场婚礼了 那每一场婚礼的话我可以为每一对新人完成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婚礼这样现场的话 我是觉得非常有意义和价值的事情 我现在呢 我现在是有意义和杜富威和杜富威和杜富威的结合体 既有着杜富威的聪明和幽默 又有着杜富威的帅气和对爱的专一 那今天我会找到我的那个他嘛 如果是你的话就下台和我表白吧 你怎么敢说自己没有才艺呢 我们强烈要求你掰开一个苹果展示一下 我确实得问你 那不会你前面做了手脚的吗 有没有做手脚 这个敢保证没有的 太惊人了 恭喜你这段VCR呢 也帮你得到了73票 过关了 下面我们要面对镜头 一起进入黄轩法国喜庆刚红三连拍 准备好 开始 一 二 三 好 这种有请 我特别想见识一下 能够徒手把苹果掰开的杜富威长什么样 可以的 因为也没给大家表演才艺 真好 好 杜富威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见面 谢谢 黑龙江姑娘啊 长得又白又漂亮 选择一位你最新意的男嘉宾 这位吗 你觉得她是猫科动物 我觉得她和我们家巴斯还挺像的 真的 那我待会揭晓一下 去比较一下 那么你也可以笑笑一位男生 做的这个红影子 我给你说话 我想请何舒桓 情侦与萌萌她说那个何舒桓呢 没这个人 对 何梦怀是吗 对 我想有请何梦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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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现在看到你VCR里面那只猫 人家都说这个宠物跟主人会长得有点像 我觉得那个猫长得跟你特别像 就是你身上让我感觉很有一股这个猫性很可爱 谢谢 谢谢 女嘉宾你好 你好 你好 你从台上下来的时候 肯定是太激动了 哎呀妈呀我终于来到这个舞台了 然后没有注意到脚底下 然后呢我没有在台上发现像VCR里面那只猫一样像的人 但是呢我发现了一个跟你提板里画的猫长得很像的人 就是我们15号男嘉宾谢薇 我要说一下我刚才为什么这么激动 是因为我今天终于可以来到这个台上见到你这个西瓜头了 我这个名字是火龙果嘛 是吗 女嘉宾前面你叫何梦怀的名字叫错 就让人感觉像他眼情深深雨蒙蒙 然后你就指着他 你最讨厌最冷酷最自私最无理取闹 然后他就说人家哪里讨厌哪里冷酷哪里 我哪里冷酷哪里讨厌哪里 对 你看你们俩应该是演对手戏 但是差别就在于如果你不爽了 你是可以把它撕开的 就是那个刚才说 就开发脑浅楼 对 开发脑浅楼 掰开的开发 女嘉宾你好 掰苹果这个事儿其实很简单 我也可以掰 但是呢前提是我要先吃两斤菠菜 黄冻菠菜我们没给你准备 但你刚才吹这个牛 你可得实践诺言 来 上苹果 黄冻要不要加 让我们看一下 和我们女嘉宾一人一个 这样我和洛老师先检验一下 这是刚刚买过来的 没有任何残缺 就掰这个 长得歪挖裂枣的 各大的对 我先调整一下内功 你快比我而成仙 这是什么派的 这是什么派的 架势是有的 对对 动作是漂亮的 表情是猙獰的 还再来一次啊 再发一下力 都给苹果跪了 算了 放心了 除了勾了俩纸要之外 这苹果一点反应都不要 算了就认了吧 你只会吃苹果 不会掰苹果 好 现在 我们女嘉宾得再试一下了 再来掰吗 对 来 试试 掰 不 是有事了 你们还配当男人 这是家传的绝学吗 这个也不是 因为之前那个上高中的时候 因为自己去学校会带一个苹果 但是拿了一个苹果 又想跟姐妹分享一下 所以我就会去尝试 就是去把苹果掰开 到了后面的话 就大家都会找我拿掰苹果 你在古代一定是个女侠 又仗俐又分享 然后又有这门功夫 绝技绝技 太厉害了 谢谢希希 好吧 大家可能也有点压抑 苹果都那么徒手掰开 我好第一会儿要牵手的男嘉宾 多吉 好 接下来呢 你要进入黄学法国喜情 甘红魅力之选 送出今天的第一颗爱情 送给黄栋 好 好 VCR呢我们也已经看过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翻开两张扑克牌 来看一下今天女嘉宾的一些具体资讯 杜福威 毕业于安徽理工大学 学的是商务的本科 现在在做婚礼策划师 她说她自己是一个爱酸凝小肩的淑女 是组织部长 为了瘦不择手段的减肥 为瘦不择手段的话 就是有一个事情刺激到我 就是大学去应聘决生会的一个部长 当时我很想去公关外联盟部嘛 但是当时有两个女生去竞争 一个是我 另外一个是很瘦的一个女生 结果我被pass掉了就是去 去到了组织部 那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说 是一直是让我特别不自信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就这样一个刺激去减肥 我努力了一个月 然后瘦掉了20斤 一个月您瘦20斤 对的 对的 什么方式 我那个时候的话就是不吃饭 然后每天 三顿饭都不吃 对对 就吃苹果 难怪讲我 苹果是那么 她对苹果生仇打赛 吃了一个苹果 恨死了 对对 就一直掰 但是苹果是管用的 因为它有糖分 多少还会补充一点糖 对对 你老师那个有胃酸的 对 现在的话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厚义 这种存在 对 就是胃的话经常会不好 女嘉宾看得出来 你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 也很坚持 但是我觉得可能 瘦身这个跟体质有点关系吧 因为我们刘蜜也很坚持 她坚持了两个月不吃东西 结果以前一百七项一百八年 我还是那句话 我的胖瘦是可以变化的 你的高矮是永远变不了的 知道吗 人的高度不在于身高了 女嘉宾你好 特别感兴趣就是说 你说你是爱钻牛角尖的淑女 其实淑女这部分呢 你真的已经表达出来了 但是你为什么你说 你自己很爱钻牛角尖呢 爱钻牛角尖的话 主要是讲我对一件事情的一个坚持吧 比如说我在做婚礼的时候 尤其是一个会场布置的时候 我是比较较真地 就是做细节处理的时候 我会很小心 比如说一个花放在签道桌上 那我可能会把它转十几圈来看看 到底摆在哪一个方位是最好看的 就会反反复复地去更改 我相信她在工作当中 应该是挺能够帮就是新郎新娘双方 做一个很好的协调 看样子挺专业的 各位男生 准备好你们手中担剑器 三 二 一 请选择 好 我们再翻开另外两个博客 来了解一些重要资讯 杜胡威谈过两次恋爱 是校园的恋情 但是最后呢 还是因为她认为自己是太过任性 跟异地了 就分手了 她说呢 她希望找这个男生呢 但是聪明上进 挖苦人要有技巧 对未来的婚礼还充满期待 李嘉宁你好 你好 因为我看你第三阵不可怕 谁你就是说那个时候太过任性 而分手的对吗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当时候是怎么认识你的方法 当时比较任性的话是因为 因为是一个校园恋情嘛 然后我的男朋友是我的学长 当时我大三的时候 她已经毕业回北京工作了 但当时对于我而言 我觉得她是因为对我很不重要 才离开我那么远 回到自己的家去工作 然后那个时候就很任性的 就一直要让她就是工作 在和离我上学的地方近一点 所以中间的话 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 也吵架了次数很多 那你现在还会找异地恋吗 我希望我未来的男朋友 可以和我在上海一起奋斗 李嘉宁你好 你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女生 但是你为什么想找一个 挖苦人有技巧的男生 这个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我喜欢这样的一个男生 主要我觉得她很聪明 才会找到一些 我都想不到的一个点来挖苦我 男生们今天就对 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火把子 好好挖苦一下 来 展示你 我们来这展示一下 可以让女嘉宾选一下 她觉得场上 谁是最能挖苦的 你选一个人来跟你斗嘴吗 马喜俊 我都没说话好吗到现在 你叫女嘉宾为什么没事 这样 咱们得有一个挖苦人 得有这个对象 你先告诉我 你期待未来这个婚礼 想办成什么样 你听他们的反应好吧 那我是希望我未来的一半 可以和我在巴厘岛 做一个浪漫的户外的 一个草坪婚礼 那参加我婚礼的来宾呢 我是希望他们可以穿草裙的 现在你知道一年有多少人 会去巴厘岛吗 那种大家都去过的地方 有什么浪漫可言吗 我觉得还不如找一间地下室呢 你做自己是婚礼策划的 我觉得咱们有点创意好不好 想一点别的 我觉得婚礼的话一定要热闹 为什么要在冷冷清清的地下室 去办这样的一个 没有人看见的婚礼呢 OK 那你就想 如果要热闹的话 我们至少得招二百多人吧 这个机票钱 就谁出啊 这个我们自己也是工薪阶层 很不容易的 你再想想 你再想想 有聪明智慧 有头脑的 我觉得你肯定一天没吃好药 还会有这样的主意 咱们隔夜 到明天再说好吧 就先缓缓 先缓缓缓 你再想 我就是因为没吃药 才和你说话的 那你就 哎呦 你哇哭人很有技巧吗 最后这句话太有力量了 好 爽吗 嗯 蛮 蛮爽的 这样的相处你觉得是开心的 对的 对的 好 也算是对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如果各位没什么问题的话 那我们要进行今天的第二次选择了 在此之前 我们期待女嘉宾把今天的第二颗爱情 送给她们当初的某一位 送给刘超 好 恭喜刘超 好 各位拿起来 请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选择 哇 都说像猫一样的女人 特别有魅力 还真是这样 谢谢 你还可以选择一位或几位男生 来提出一个问题 深入了解 选择谁 何孟怀 你觉得婚礼中什么环节是最浪漫的 为什么 我觉得婚礼中最浪漫是那个 新娘的爸爸 抓着这个新娘的手 然后拿去给这个新郎 爸爸好像又有一点不愿意 然后又有一点舍不得 然后那种感觉是我 觉得最容易感动我的 很好 谢谢 你觉得呢 对于我而言的话 我可能是在 私以问完誓词的时候 大家新郎新娘分别回答我愿意的时候 我觉得是最浪漫的时候 我曾经在广东参加过一次别人的婚礼 前面都特别平淡无感 可是当他们上菜的时候 我特别地感动 因为菜真的太棒了 放死了 这个是所有来宾的 这是菜太好了 好 接下来呢 你可以向男生们提出 12个要求 不符合你要求的 他们会主动翻牌 第一个的话是不能和我一起养猫猫的 请翻牌 对 家里已经两个两只了 对 挺多男生不愿意 下一个要求 下一个要求是 不能接受我在家吃饺子的时候吃生蒜的 请翻牌 在家吃 每方人吗 生蒜 对 还真有 下一个要求 还不止一位呢 可能饮食习惯不一样 是的是的 算你很 下一个要求 没有要求了 你可以回头看一下 因为你非常有魅力 而且要求也并不高 谢谢 所以呢 有很多男生为你留下来 我们要有请出3号 王振兴6号 可以等一下吗 怎么了 因为我今年已经24岁了嘛 所以我想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也想不想浪费大家的时间 所以我想请两位男嘉宾下来向我表白 其他的 你要把他们拍翻过去 除了何淑淮 除了何淑淮 何淑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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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除了何淑淮之外 全两位是吗 我选择王振兴和刘超 我选择王振兴和刘超 扶椰上前一步 舒桓 今天这位是你的一品吗 你都已经叫错三次我的名字 你选的肯定不是我 我先回去了 谢谢 好 也谢谢何淑淮 两位 你好 我叫刘超 是串海人 今年27岁 然后工作是在外去做营销 本事十分稳定的 然后你养猫 我也养猫 我希望它也有个伴 它一直很孤单 就像如果我们有机会 在一起交往的话 可以把我们的猫 在一起快乐地培养起来 那另外的话 你说你有一颗喜欢艺术的心 你画画非常棒 那么其实我展示我的一个才艺 也是送给你一个礼物 我为你设计了一个 比较别致的婚纱 给你看一下 好吗 好 谢谢 这个是以你的发型和脸 轮廓为的一个模特 然后因为你喜欢在海边举行婚礼 所以设计了一套 像飞鱼一样的造型的礼服 真有心 好 男嘉宾画得很好 谢谢 好 我们听听 王振兴 你好 女嘉宾你好 我叫王振兴 我今年26岁 来自北京 我是那个表演老师 就是也是我是学艺术出身的 刚才你说你喜欢吃大蒜 其实我从小我就喜欢吃 真的 而且我从小养过猫 养了两三年 结果两三年之后猫丢了 然后呢我们家一家人 为此伤心了半年 所以我特别想 我也想找一个养猫的女孩 而且你身上真的养猫养时间长了 你身上就有一种猫性 所以说 今天希望在这给你牵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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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 男嘉宾你现在是在哪里 在北京 那不好意思男嘉宾 我真的现在不可以接受异地 真的吗 即使是 我不停地北京上海跑的 这个我也不可以接受 谢谢 谢谢 没办法 请回吧 谢谢 有超呢 可以问男嘉宾五个问题吗 好的 你手机里现在还有前女友的电话吗 没有了 你记得前女友的生日吗 记得 你每个月会给父母钱吗 会 那如果我今天和 新颖的男嘉宾牵手失败的话 你还会坚持你的选择吗 会 你是觉得我每次下来 向我表白的吗 不是 我觉得你真的很可爱 从内到外的可爱 我觉得你在说谎 我觉得男孩子都是外表动物吧 所以他肯定是首先去看在一个 女孩子的外在才会去看内在的 所以如果你说 你觉得我不美 你才下来的话 所以我觉得你在撒谎 这个 我说你 你当然很美 但是我 我跟你提的所有的问题 都是在问你内在和生活方面的事情 你的美是 第一要素 我觉得已经不需要再阐述了 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我不喜欢你的外貌 我真的非常喜欢你的外貌 我觉得男嘉宾对于这个问题 你不真诚 还是要谢谢男嘉宾 很遗憾刘超 回答你的位置 姑娘我真没搞清楚 你觉得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觉得刘超才算是真诚的呢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帮刘超说两句 因为在这个舞台上 大家也认识挺久了 在我们看来客观地说 刘超是一个很真诚的男孩 你刚才说了一句话 你说你如果被吸引男嘉宾拒绝之后 问他还愿不愿坚持 意思是给他一线生机吗 不接受 你只是一个假设而已 对 而且他记得他前女友的生日 这个我是不能接受的 还补充一句 我没有他的电话号码在我手机里 但是我还记得他的电话 但是这并不影响我现在 一个真诚选择 你认为一个人会真的 那么轻易就遗忘一些事呢 你这件事你可以嘴上不说 但是你觉得你真的 可以把一些你的感情给遗忘吗 但是可以选择性忘记 你能做到吗 我可以 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刘超的表现 还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棒 当然我们也尊重你的选择 猫一样的女人吧 就是这样的 善变 古灵精怪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到 会选择像你轻易的这位表白吗 你考虑好 我还是选择表白一下吧 好 大家回想一下 刚才他威斯尔当荔枝猫的样子 是谁呢 荔枝猫就是 5号 马虚俊 有请 马虚俊 马老师 你好 我叫杜福威 今年24岁 然后来自于黑龙江 我现在上海的话 是打算长期留在上海发展的 我之前的话 我之前的话也有看过你很多的节目 其实我知道包括你一开始上百里调一的时候 选择了赵洁 可能我和赵洁的感觉的话可能是不一样的就是 其实我也有犹豫 如果你根本没有留牌给我的话 我要不要选择下来和你表白 其实我是怕我和你表白之后被你被你拒绝了 然后你又多了一个别人骂你的理由 但是 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要坚持一下我自己的一个选择 因为你所有的这个表现给我的感觉 可能就是我想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稳定的男生 我现在在上海的话是一个人 然后也是比较独立的一个女孩子 那我 你看我把我们家的猫照顾得很好 那当然我也是一个很细心体切的人 然后我知道你现在的话 其实工作还是蛮忙碌的 那我肯定也愿意在家的话 等候你在忙碌过后回家的这里 给你这样的一份温暖 我希望你可以考虑一下我 谢谢 谢谢 有一点还让我挺感动的 你说如果我拒绝了你 你怕我爱骂 我觉得这个确实挺为我着想的 不过我倒也无所谓 因为被人骂惯了 前面你跟男嘉宾的交流 让我有两点印象比较深刻 最近的就是你跟刘超那个交流 我觉得在我看起来 刘超也是一个 真是挺真诚的男生 有句话叫 无情未必真豪杰嘛 他依然会记得他前女友的生日 但是删掉了电话 我觉得有些伤心的事情可能不愿意提 但是放在心里面说明这是个常情的人 所以我这点还蛮欣赏他的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 对婚礼的这个看法 其实我一直是觉得 婚礼就像一场很盛大的秀 是办给别人看的 但是两个人是不是真正感情好 只有自己知道 可能看的人多了 大部分时候我第一感觉就可以 能觉得我们的气场是不是匹配的 所以 其实你让我下来我也蛮诧异的 因为我们俩 我觉得并不是一类人 所以 快刀斩乱麻吧 我欣赏你的勇敢 也觉得你一个人在上海很不容易 但是我确实是现在非常不适合你的 谢谢你 我也祝你找到幸福 谢谢 姑娘我想跟你说一句话 就是也是就你刚才对刘超的这一番 拒绝的态度而言 因为你不太能够接受一个男人 还记住他女友的生日 甚至还记住他女友的很多 与他曾经经历过的那些往事 其实 不管是记仇还是回忆本身 都是人类那种正常情感 所谓的选择性记忆 选择性遗忘 事实上是不存在的 你只有选择性说或者不说 第二呢 记仇或者是念旧 这是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能够之所以保持这个生命 不犯同意错误的一个基础 所以不要因为这个事 就拒绝了一个这男生 否则的话你会丧失掉世界 很多很多美好的机会 谢谢陆老师 谢谢你 谢谢 再见了 再见了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每一个人有他的脾气 过了爱做梦的年纪 轰轰烈烈不如平均 首先要感谢男嘉宾下台来向我表白 其实马时俊对我拒绝的理由 我不是很能接受 台上短短的时间 对彼此都不是很能了解 然后他这样拒绝我的话 其实对于我而言的话 其实是很不甘心的 下面的场景女嘉宾和谁呢 让我们一起掌声有请 其实我心情特别的紧张 刚才在化妆间呢 也一直在唱歌词 因为以后要唱歌 然后这次来这个上海 我还有一点小感冒 但是我依旧坚持过 我都爱录影了 为了我心动的男嘉宾 阳光的孙天一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 这次可以顺利地 把她牵走 大家好 我叫李孟维 今天24岁 来自北京 我现在职业是一家服装店店主 我的爱情宣言是 阳光和你都在 就是我想要的未来 你带了一幅地图来 对 这是一幅世界地图 因为我非常喜欢旅游 上面我想去的国家 然后我希望我今天能找到 那个她陪我一起去看世界 非常美好的冤枉 带来什么样的台艺展示呢 我想跟男嘉宾对唱 好 我们有些备选曲目 哪一首 小酒窝 好 小酒窝 每位男士张大维有请 小酒窝 我唱街毛 是你最美的句号 每天睡不觉 想念你的微笑 你不知道 你对我多么重要 有了你生命完整的刚好 小酒窝 我唱街毛 迷人的午口就要 我放慢了补调 感觉像是喝醉了 终于吵吵 想要年轻的美好 一辈子暖暖的好 我永远爱你到老 哎呦 维小 你们有看到吗 这歌哪里是 俩人这个音准都唱得很好 你看他俩人这四目相对 就没离开过对方的 电光或是 无论怎样呢 要感谢张大维 在他的帮助下呢 你得了75票的超高票处 过关了 恭喜你 来 面对镜头 一起进入黄轩法国喜庆刚红三连拍 准备好 开始 一 二 三 好 台中有请 现在在16位当中呢 估计张大维 已经算近距离地看过这位姑娘了 虽然说戴着面具 你估计这位姑娘漂亮吗 应该是非常甜美的那种类型 对 他那个眼睛 就没离开着过这姑娘的脸 对对对对 不仅看到小酒窝 连北到底都能看着 这也让我们对你有了更高的期待 能够在这个时候 接下面具 让我们解释一下 非常好 准备好 3 2 1 请见面 好 选择一位你最心意的男嘉宾 1到16号 哪一位呢 好 这一位 好 那么李萌维也可以挑选一位男生 坐在红椅子上 你觉得谁能为你说好话呢 孙天忆 孙天忆 我发现张戴维可能唱得有点太热情了 因为可能主持人看不到女嘉宾那边的表情 你把你别别吓到了 她的表情是被受了尽下的表情 她就特别僵在旁边 真的要自信一点 很美嘛 对不对 好 谢谢 加油 有蜜 谢谢 你嘉宾叫李孟维 对 倒过来读 维梦李 只有梦李可能才会出现这种女孩 说一下衣服啊 不是所有的女人都能把这一件粉色的衣服衬托得这么好看的 只有皮肤非常白的人才能把它衬托得很好看 在这个台上呢 还有一个人也能把你这个裙子衬托得很好看 就是刚才跟你一起合唱的我们七号男嘉宾 有机会让她也试一试 试这一声 张大为 太无疑难道了 粉嫩粉嫩的 女嘉宾 你上来到现在给我种错觉啊 一般来的北京姑娘都是比较泼辣 或者说是性格比较直接的 张大为是上海男人 但是站在台上我觉得反了 好像她才像北京的爷们儿 你才像上海的姑娘 她是她是北京姑娘 她是北京 因为我比较慢入 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紧张 再加上我反应吗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 马老师说的其实蛮有道理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 其实我觉得张大为前面 在唱歌的时候 是真的是蛮投入在那个意境当中的 再配上女嘉宾 你本身的那个素质非常 好 谢谢 那个你们男嘉宾 评价我都这么实在 对吧 真的 我觉得好像 唱歌到现在第一次是这么投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这首歌比较甜蜜的 所以我把感情都投到这首歌里面去了 好 谢谢 这个 刚才刘蜜说你是唯梦里 对不对 刘蜜的梦里只有一个东西就是吃的 所以你嘉宾你转过身来 你看你那个头发 你现在转过来看看 是不是特别像皮皮虾 所以说的 我知道你为什么说 我一个这么爱吃的人都没有看出来 你看出来了 证明爱吃 真正的吃的是你 不是我 我在说女嘉宾不光秀色可餐 秀发也可餐 谢谢 谢谢 那你吃去吧 好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 黄轩法国喜庆堂和魅力之选 今天的第一个爱心想送给谁 那就送给跟我一块对唱的张大为吧 好 过去代位 我们再看看VCR的女嘉宾再多了解 哈喽 大家好 我叫李萌蕾 今天24岁 来自北京 我现在的职业是一家淘宝店的店主 那我的老店呢 主要经营的是韩国的美妆和一些面膜 在我小的时候 行进学会一年的花样滑冰 因为小的时候我平衡感不是很好 家里人就选择让我学习这个 因为我觉得在冰上 滑行就好像飞起来一样 而且让我感到非常放松 那我平常休息的时候呢 都会去旅游 我非常喜欢旅游 我去过十多个国家 最喜欢的呢就是法国 我所喜欢的男生呢 一定不要太宅 可以希望可以和我一样 喜欢旅游 热爱生活 多出去走走看看 希望以后我们可以一起 在全世界留在我们的脚步 好 看回下 我们再翻开两张扑克牌 解决一些距离资讯 李孟伟 毕业于英国皇家农学院 学的还是食品安全的本科 现在回国以后 居然没干这行 在家里用网店来养服装店 你还开俩店 对 当时先开了网店 然后我做服装店 也是因为自己穿衣服 比较爱在这方面花钱 我想要开一服装店 可能就既满足了自己的需求 还能赚点钱 但是服装店 其实不是很赚钱 我就想用它来宣传一下 我那网店 来我这客人 什么样都有 我就给他们名片 让他们上网 然后他们买多了衣服 还送他们我那个化妆品的小样 这样的话 他们家是适用觉得好 回去我的网店 你服装店 你要进货乱毛刀一年 加起来大概你的成本是多少 成本 我没有细算过 那看起来你们家是有钱的 你连这个 你做生意都不知道 你每年成本是多少钱 李建平我对你的这个经历还蛮好奇的 因为在英国的话 这个学校很少中国人会去念 对 所以你去念那个食品安全 跑回来开了网店 又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经历蛮奇葩的吧 是这样的 选择这个专业是因为只有这个专业冤要我 然后 这太实诚了吧 然后我爸妈一直是希望我做他们安排的事 然后他们给我安排的公司 可是我本身不喜欢朝九晚五的生活 可能我不希望被束缚 然后觉得做网店服装店自由一点 所以我刚才没说错 我说你们家经济状况肯定不错 能到英国的地方去上学 学费是不低的 现在 多少钱你能告诉我 你在那上几年学 我也不太清楚 您真行 去这上什么学你也不太清楚 我来帮你算吧 你学费加上生活费 至少现在平均是30到35万 你读了几年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按照你一年这么算的 读了几年 读了两年 读了两年 我上大学是二加二那种 在国内有上两年本科 然后去那边再上两年 你说那姑娘现在还 现在怎么把这排在第二呢 你就说出来了 谈过三次恋爱 说感动是相互的 喜欢充满惊喜的生活 对 我就是因为谈过三次恋爱 然后应该对我来讲 印象最深的是第三次的感情 那时候我们俩一块出国上学 但是她特别喜欢喝酒 因为喝酒总是耽误事 然后第二天要上课 或者写论文什么的 然后总是让我帮她完成 时间长了 我就觉得我就算再喜欢她 可能以后生活会太辛苦 跟她在一起 然后还是选择放弃了 那女嘉宾那个我想就是 恋爱观吧 我还是蛮好奇的 你对你喜欢男生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 我希望的男生 其实我对男生 没有太多要求 只要她不骗我 我没有什么接受不了的 孙丁好像也是从英国留学的 我不是英国 我是澳大利亚留学 孙丁也确实你也不太想 从澳大利亚回来的 我觉得这姑娘也不太像 从什么皇家农学院 我觉得她倒像 黄城根农学院 冲出来 地道的北京人 你看说一口北京 王一点儿 英国人回来的感觉都没有 我觉得她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她人生观特别轻松 你居然可以当着镜头 你父母可能就在沙发上坐着看呢 你也不知道你花了多少学费 也不知道他们花了几十百把万 完了回来我就开网店 父母让我去企业工作 我不愿意 特别好 你父母应该很宠爱你吧 是 苏芬林 对 那接下来各位男生 要做出你们今天的第一次选择 准备好 3 2 1 请选择 至于姑娘到底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另一半呢 我们要打开另外两张扑克牌 了解一下 哎呦 我说怎么把这个恋爱在第二张牌就翻出来了 这太明确了 孙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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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爱你比爱我更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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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太直接了吧姑娘 嗯 对 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和犹豫的 因为 我就是 比起被爱我更喜欢爱人 那这两张牌打开时候 是不是意味着只有孙天一有提问题的权利了 对 其他人闭嘴 对对对 我们已经非常识趣的全都翻过去了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孙明 没有 吓到我了 没想到 没有 就是 你就这样好了 我能替女嘉宾说两句话吗 女嘉宾是北京人 我也是北京人 她实际上是 特别典型的一种北京姑娘 特别简单 特别单纯 叫嘎嘣利罗翠 没错 就是我看对眼了 什么都不行 我就一门心思对你好 你也一门心思跟我好 咱们就好好过 所以好好珍惜 加油 那还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可以直接表白 直接表白是吧 可以吗 孙天你跑不了 你就站好吧 好 一男女请 你还是要不要 你还要不要 我可以 你还要不想 我 你还要看 我 有没有什么想法 你还要看 我 你还要看 我 你还要看 还要看 我 因为我很喜欢旅游嘛 但是这个地方我真的没有去过 然后在你上白里挑衣的时候 我看你说 你希望带着你以后的另一班 去这个星星岛 在那个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它有一个爱心的岛 那是很有名的 然后我就是想以后带着 我的女朋友可以有机会去那边 然后我还会为她 想去学怎么驾驶直升飞机 然后带着她一起去看这个岛 那我也就看起来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我也只想跟你一个人去 你愿不愿意带我去这里走走看看 还没你准备了一本礼物 温小你猜这什么东西 看上去是一杯水 你尝一尝一下 她对食品添加剂应该有研究 她对水里边只被添加了什么 现在你要考虑好 这可是研究视频安全的人给你一杯水 嗯哼 是什么味道 就是一杯 一杯很纯净的水啊 对它就是一杯很普通的白开水 我觉得水特质就是简单普通 但是确实你每天必须要的东西 然后我就是一个简单普通的女孩 嗯没有什么太精彩的事儿 也没有什么特别信任的地方 嗯但是我觉得水是充满饱和度的啊 你给它里面放糖它就是甜的 放盐它就是咸的 加冰它就是凉的 在火烂烤它就是热的 然后我也可以为你做这样的女生 你想让我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就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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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吓死 吓得不如我说到什么 好 嗯 那你愿意接受我吗 这杯水真的是代表了你很纯净 我没有理由 好 大家好 我叫苏迦美 追我的都会让他很受伤 她一直都怀疑我 然后动手打了我 然后打得很严重 我躺在床上 一个星期没有下巴 谁能百里挑一 由黄轩法国喜庆甘红 独家挂名播出 你等了很久 我也一样 等待一瓶杰作的诞生 只为你的这一刻 只为婚礼酿造 法国原评进口 有喜事 就有黄轩法国喜庆甘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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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东方卫视12月7日起 真实见证追梦计划 以梦想为指南针 即刻出发 追梦计划由大正进口汽车和东方卫视联合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追梦计划由大正进口汽车和东方卫视联合播出 咳嗽谈多 谈多咳嗽 还是费您颗粒 修正 修正牌六味地皇交了一次就一粒管用修正药液 胃痛 胃酸 胃胀 管用斯达书 怎么这么好吃 哈药六海 盖加心 盖心同步 营养 双吸收 哈药六场 全方位浮动体虚 非科体虚刀 直面一切 暴龙眼睛 然后我就是一个简单普通的女孩 没有什么太精彩的事 也没有什么特别信任的地方 但是你想让我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就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这次 我这次 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 刚刚喝这杯水的时候 其实我知道 因为我一尝的时候就尝到这杯水 然后脑子里面瞬间一个想法就是 这杯水真的是代表了你 因为就像谢伟刚说的 北京女孩就这性子 然后可能真的就看着眼 然后就豁出去了 然后通过对你了解 发现你确实很像一杯水一样 很纯净很 对 那你愿意介绍我吗 我没有理由不接受 谢谢 谢谢 恭喜两位 尤其是要恭喜姑娘敢作敢为 今天勇敢地表白 成功地牵走了孙天一 你们先获得尤其是 就由黄轩法国洗净干红座 提供的下支五千元的提货卡一张 以及由金冠所提供的黑糖化霉糖 大礼包一份 下一站是不是就去星星岛吧 我还没学会怎么开支撑飞机呢 我们俩一起挣钱 先买一架再说 好 好 再见了两位 一起坐飞机回北京吧 其实女嘉宾最感染我的一方 就是孙岛表来的时候 给我一杯水让我喝 其实当时我心里面有点忐忑 不知道这杯东西是什么 但是女嘉宾一看台上就两张牌嘛 肯定还是有很多很多故事 期待我去发现 所以我希望接下来 我会深入地了解女嘉宾的生活 好 我们要掌声有请 接下来登场的就是女嘉宾 好 刚才在画中市里面 我一直都是画特别多 然后大家都觉得我是个画老 其实是因为我想让自己放松下来 然后可以变得很活跃一点 然后呢这次呢 我是奔着十一号补康来的 特别想每天早上都给她做早餐吃 所以加油 我一定要牵走你 大家好 我叫孙嘉美 今年二十一岁 我是一名来自北京的山西人 那么我现在的职业 是一名乐队歌手 我的爱情宣言是 《跟我走有肉池》 会下厨 会 基本上都会 嗯 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呢 带来一首歌曲 是《小时代》里面的《时间主语》 有请 谢谢 谢谢 真好听啊 真好听 这无可挑剔的声音 76票 过关了 来 面对镜头一起进入黄轩法国喜庆肝宏三连拍 准备好 开始 1 2 3 3 好 开始有请 非常特别的意思 大家也很关注 接下来面具 这个人的长相跟声音配不配呢 那个第一轮我还是想留点悬念 好 那要选择一位你最心意的男嘉宾 好 那么苏嘉美也可以选择一位男生坐在红椅子上 我想选10号郭雨迪 有请郭雨迪 今天刚才听你歌的时候 说实话我都是有点陶醉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你绝对有能力去参加《谁是大类众》 好 谢谢 因为这两年呢 中国音频上面各种各样的唱歌类节目非常的多 基本上可以分成几大流派 北京三里屯派的 或者上海新天地的 丽江的 我很难从你的歌里面感觉出来说你是属于哪个流派的 好像是无门无派的 特别的自在 谢谢 不过 马老师我一直都认为你是一个损人不带脏字的你的 我刚损你了吗 因为你问我是哪个门派的吗 那个人家可都是正宗的歌手出身 好吧 好吧 是因为我那个理解错了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女嘉宾 你好 因为我跟这首歌的原唱可为 我们关系很好 我们经常会一起可以歌吃饭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来北京 我可以邀你一起跟他 两个切做一下这首歌曲 我就在北京 好 那我们回去约 好 我也在北京 你也可以考虑一下我 好好好 许薇 你看我也在北京 我就不说了 对 这个 我觉得女嘉宾像一个那种欧式的八音盒 然后打开放出特别特别美妙的声音 还蛮喜欢的 好 谢谢 其实你会发现 当他们在对你进行第一印象点评的时候 你对他们也是一次再次认识 对 接下来呢你可以有一个反向的评价 我们要进行一次 黄轩法国喜情甘呼魅力之选送出今天的第一颗爱信 送给谢威吧 因为我觉得他点评是我最想听到的 好吧 现在谢威跟马上运的新的祭点数是一样的 恭喜你们二位 谢威我们早晚得做一对亡命鸳鸯 没关系 下一颗送给你 有的时候就是严多必失 你多那句子干什么你看 好 我们再看到VCR的女嘉宾再多了解 大家好 我叫孙嘉美 今年21岁 我是来自北京的山西人 那么我现在的职业是一名乐队歌手 我是一个特别爱吃的女孩子 然后呢我特别爱吃零食尤其是糖 就是有的时候我会买很多的糖 然后把它放在包包里 吃糖会带给我快乐 就是当我看到那些琳琅满布的糖果 然后各种各样子 特别Q的造型的时候呢 我就会心情特别特别特别的开心 那么我最希望和我以后的那个他呢 可以一起逛超市 然后买好多好多零食放在家里 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吃零食 那么今天在台上有那个可以和我一起吃零食 吃到头发花白牙齿掉光的那个男生吗 如果有的话跟我表白吧 打开有张扑克牌看一些具体资讯 分价美元毕业于内蒙古艺术大学 而且学的是声乐的大专 现在在北京一个乐队担任主唱 大叔认为自己是一个纯种的女汉子啊 不触及底线 我就是个好人 哎呦有这么说自己的 自认为吃亏是福 纯种女汉子是因为我性格是很男孩子的 就比如说我一个朋友在尔多斯开了一个酒吧 然后说让我去帮帮他忙 去了以后才发现是让我去帮他搬沙发 然后去那个买酒 然后人家男生搬一箱啤酒 我搬三箱 出去我们吃饭什么的 就大多数都是我买单怎么样 他们就会觉得啊你是不是傻呀怎么怎么 就以后就是有饭局就叫他 他会买单怎么样 但我觉得不是 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在一起都是朋友嘛 谁买单都是一样的 女嘉宾你说像你这样女生 会觉得说大大咧咧的嘛 可是能触及你的底线还真不容易 那你能具体的说一下 就是家庭 因为我是单亲家庭嘛 我从四岁以后就没有见过我的父亲 包括他现在生与死我都不知道 为什么 四岁之后走了就再也没有音讯嘛 跟你母亲离异 是离异 离异 再也没来看过你 对 没有看过 但这个事对你触动会很大 对 就是上初中的时候 有一个男孩子就是在我们班嘛 比较称霸王 因为他家庭条件特别好 然后就经常跟我开玩笑 说你单亲你没有爸爸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就动手打了他 把他就是一推推到垃圾桶 然后就拿那个扫把 再一直戳了他 然后后来就再也没有惹过我 从小就是女汉子 搬啤酒箱也不是一招一袭练就的 对 因为我就是因为我母亲嘛 母女两个人相依为命 我妈就从小跟我就说 你爸爸不在了 所以你一定要就是活得比别人更加坚强 这样你才会不被人受欺负 就是这样 那你母亲怎么对你去形容你父亲的 我母亲其实说实话 其实一直都挺爱她的 就是包括她走了以后 就好多就是别的那些好的对象 会给她介绍 她就会说 不 我相信她还会回来的 到后来我会跟她说 我说 你不要再想了 我说她既然走了 我说她就不会再回来了 我说这么多年了都 我说你还坚持 后来很好 三年前她又再婚了 找了一个很不错的叔叔 对我们都特别好 好 各位男生 请做出你今天的第一次选择 准备好 3 2 1 请选择 好 还有一些重要资讯 我们打开另外两张扑克牌 一看就近 小孙子谈过四次变 哎呦 这好像有点 有点说话不吉利 她说我追的都没有好结果 她说你再看看你这手机上 她那个号码 哎呦 你这个样子都一会儿都不聊 我到底干嘛没有 把这个给说出来呢 不是那个男生没有好结果 是我们两个没结果 你这个话容易产生歧义 我以为那些男的都非死即伤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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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有一句话 追我的都会让他很受伤 她希望找这个男生呢 叫气质型的 不介意是否有过婚时 这位啊不介意是否有过婚时 追男生是要有技巧的 追男生有技巧 我是欲擒故纵嘛 就是先对你特别特别好 让你有一种习惯 然后突然把这个习惯拿掉 那我会不会就是接受不了 跟你分手呢 不是我可以理解女嘉宾 她是说她在追这个男生的时候 对 欲擒故纵呢可能好像就是每天 你在晚上九点打电话给她 然后突然呢你消失了三天 这三天男生就特别想她 对对对是这样 这个方法很好 我记起来了 好 对女生也有用吧 有用 这招你失败过吗 这里 欲擒故纵了 对啊 有啊 那还有别的招吗 听起来这是第一招对不对 有第二招就是 第二招 不理她 就时不时给她点小暧昧 但是就是不理她 让她很那种 就吊着她嘛 这是第二种 还有第三种 第三种应该就是 天天在她眼前晃啊晃啊晃啊 她不烦你就跟你在一起 烦你就分开了 就是这样 持之以恒基本上 对持之以恒 坚持就是胜利 死磕到底 对 那女嘉宾我就问一下 就是说 你说的那段就是说 追我的让我很受伤的一段 我倒是挺想听一听 我不建议的话分享一下吧 好这个其实 我那个第三个男朋友 她是从书中我们就认识 后来在一起以后 就是她一直都怀疑 我和我的一个发小有什么关系 其实根本没有 就我和我的发小 家人都认识的那种 然后 就因为一条短信 我发小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说今天晚上再拿拿拿吃饭 她就爆发了 然后动手打了我 然后打得很严重 我躺在床上 一个星期没有下来 哎呦 那么夸张 对 这样的男人他有这种暴力倾向 你以前没有发现过吗 没有 他以前是一个特别温顺 对我特别好 就是所以说他做这种事情 才让我完全没有防备 他吃醋了 对 他就一直都很多疑 他就有的时候在街上 有一个男的就可能和别人说 哎这个女孩还可以啊 他就上去他就问人家 你干嘛说女朋友怎么怎么样 就这样以前我就发现过 但是就是因为他对我太好了 我真的就是没办法割舍他 后来发生这种事情 我觉得不可以跟他在一起 然后就分开了 这听上去有点像电视剧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原型 是 对 讲出来大家都觉得好恐怖啊 我对女嘉宾有这样的遭遇 感觉很抱歉 没关系 我一直有这样觉得 我说我觉得一个男的可以坏 可以劈腿 可以脾气不好 但是他最不能做的就是打女人 所以我很不理解这样的行为 我也觉得我们有这样的同胞 我觉得很愧疚 英俊 当你想要当妇女之友的时候 记得千万要把可以劈腿 这四个字去掉 这是女人更能接受的 对 好 在男生们做出他们的第二次选择之前呢 我们要问一下 你愿意接下面具了吗 接 好 孙嘉宾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接面 马兴俊长出一口气 你刚才已经把他给吓得坏死了 我只想问问观众 身高不够高 又不应该追求爱情 找到不够帅 又不应该追求爱情 不管我觉得 有没有可能 我将表白下去 飞科剔剔剔刀 全方位浮动剔剔 三环弧面刀网 全身水洗 飞科剔剔刀 直面一切 暴龙眼镜 跑哪儿去了 奔腾剔剔刀 剔须不残留 哈药六海 盖加心 带心同步 营养双吸收 哈药六场 哎呦 哎呦 烟麦香味稳得到 哎呦 大力烟麦看得到 哎呦 健康烟麦吃得到 哎呦 富汗整理大烟麦 哎呦 摘食鲜味好不足 哎呦 骨筋肠味好健康 哎呦 快快降低胆固穿 哎呦 烟麦祝你快快到 哎呦 烟麦中 怎么这么好吃 哇 咳嗽谈多 谈多咳嗽 还是费您颗粒 修正 修正牌六位帝皇教 一次就一粒 管用修正药业 胃痛 胃酸 胃胀 管用斯达书 46年前 马自达Cosmos Boss 实现转子发动机量产的梦想 22年前 马自达787B 乐马摘灌全球主目 今天 马自达CX5 马自达Atenza 带来全面革新的创持蓝天技术 打破常规 Let's Master Master 你 太嫩了 吵了你 你也是 不干脆 也吵了 还有你 你 你 一炒八香 金门狼香过你肉面 年轻人喜欢的味道啊 东方卫视12月7日起 真实见证追梦计划 以梦想为指南针 即刻出发 追梦计划由大众进口汽车和东方卫视联合播出 咳嗽谈多 谈多咳嗽 还是费您颗粒 修正 修正牌六位帝皇交往 一次就一例 管用修正药业 胃痛 胃酸 胃胀 管用斯达书 非雕开关 品味非法 非雕集团 科技 改变生活 金红新一代美食冰箱 Fresh水离子烫菌 清新美食 美食顺冷冻 新鲜更营养 不需解冻 即用即切 金红美食家的冰箱 苍茫荒凉的无人居 我 是这里唯一的伤命 好的 现在出发 定力一个人 存在着桌标 不是身在何处 而是心向何方 365天 一个人的英雄 送礼啊 要送到新坎里 一定要加旺旺大礼包 礼旺 纪旺一甘旺 送旺了 旺旺 旺旺 雨天共舞 高秀能新锐SUV CX5 画室登临 长安马自达 意大利美学 缔造良感之光 飞雕开关 品味非凡 飞雕集团 孙家美准备好 3 2 1 请见面 好的 在她们做出选择之前呢 也还要送出今天的第二颗爱心 送给谁呢 好期待 第二颗爱心 我康 哦 马自达长出一口气 你刚才已经把他给吓得半死了 好 各位男生 男性的小型安全气 准备好 3 2 1 请选择 有点危险 越来越危险 已经在悬崖边上过了 没关系 我们还有机会 你还可以向男生们提出两个要求 第一个是 不注重手部干净的男生请翻牌 你对手的干净要求很高吗 对 手是人的第二张脸嘛 第二个是 第二个是 曾经因为朋友的玩笑而发脾气生气的 请翻牌 这位还算是气量比较大 你发生这样的事情 你还要继续提要求吗 没有了 好 那我们要恭喜你 至少有一位男士为你坚持到了最后 他就是16号 黄栋 请出位 好 一起女嘉宾上前一步 我们也要问一下郭雨迪是否会成为黄栋的竞争对手 你嘉宾你好 你好 我叫黄栋 我知道 来自大连 我知道 我87年的 我知道 你现在是一个美术老师 我知道 说点他不知道 说点他不知道的 我下来给你表白 我知道 其实刚才看你的第二张牌的时候 你说你是一个纯种的女汉子 我觉得正是因为以前的男朋友对你不好 所以说才会渐渐地把你培养成这种性格 我觉得恰恰你在生命当中缺乏一个男人 一个男朋友的关怀 然后呢 我觉得你有句话非常打动我 叫做吃亏是福 吃亏表面上来讲的话 确实好像 我好像少了一些东西 但是在冥冥之中会有更多的东西 会有更大的这种福报 走到你的生命当中来 所以说可能你看我的样子 可能觉得我不太靠谱 可能长得有点老 有些人觉得说年轻就是资本 对 谁都年轻过 但是你们老过吗 所以说我觉得说我现在可能知道 你选的不是我 但是我站在这里了 我站在这里 我有信心 我批黑掉它 我觉得我才是这16个嘉宾当中最适合你的 我希望你能够考虑我 第一个对不起 因为我不喜欢美术 真的 第二个对不起 是因为我不喜欢身高 因为是76以下的男人 然后就第三个对不起 是因为我今天确实来这里是为了一个人 那么我来谁能也十多期了 我现在我甚至不记得我下来表白过多少次 甚至在前几期的时候有女嘉宾以你下去表白的次数太多为理由拒绝我 我下面想做一个行为 我下面想做一个行为 我没有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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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想问问观众 身高 身高不够高 应不应该追求爱情 长得不够帅 应不应该追求爱情 身材不够好 应不应该追求爱情 如果这三样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那么他应不应该追求爱情 所以说我觉得我在谁能白眼挑衣这个舞台上 我站了这么久 我依旧有勇气下来表白 而且我将表白下去 只要我觉得我心动了 只要我觉得我喜欢了 不管我觉得有没有可能 爱情每一个人都应该去追求他 对 谢谢 给他一个明确的答案 一直以搞怪形象示人的黄豆 第一次在舞台上 袒露自己的心声 他的这番呐喊与坚持 能否让女嘉宾回心转意呢 谁能百里挑衣 由黄轩法国喜庆甘宏 独家挂名播出 你等了很久 我也一样 等待一瓶杰作的诞生 只为你的这一刻 只为婚礼酿造 法国原品尽口 有喜事 就有黄轩法国喜庆甘宏 路边 奔腾剔剃剧刀 替虚不残留 永烫 怪害 宝 修正药业 哎呦 燕麦香味稳得到 哎呦 大力燕麦看得到 哎呦 健康燕麦吃得到 哎呦 不管整理大燕麦 哎呦 展示鲜味好不足 哎呦 骨筋肠味好健康 哎呦 太快 降低胆固穿 哎呦 燕麦祝你快快到 哎呦 燕麦粥 怎么这么好吃 湾仔码头北国香水饺 翠险地道东北肥厚木耳 密制北方酱料 感知面皮更劲道 好香哦 湾仔码头北国香 木耳酸菜猪肉新上市 领先3G网络 加先进4G网络 给您完美的高速移动宽带体验 选4G 就选我 中国脸通 天气变化容易感冒 咳嗽谈多谈多咳嗽 快用肺宁颗粒 脱脱的 修正牌 肺宁颗粒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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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好吃 肯定来不及去山上看刘青云了 这里看更美 鞋成在手 说走就走 手机预定 5G狂嗽 胃痛 胃酸 胃胀 管用斯达书 修正药业 飞雕开关 品味飞法 飞雕集团 空调 静无止境 杯装奶茶有了更好喝的新口味 香飘飘红豆奶茶 一颗颗香甜可口的红豆 让奶茶更好喝 香飘飘红豆奶茶 有红豆更好喝 六位帝皇 胶囊了 过去吃一把 现在吃一粒 修正牌六位帝皇胶囊 管用 修正药业 胶囊就一粒 这是我营养美丽兇法宝 营养 美丽 是好吃又营养的 旺旺黑米雪饼 精选优质黑米 营养丰富 好气色 好红润 让你拥有 容光焕发 美丽 养上 吃出美丽好气色 旺旺黑米雪饼 每天都要补一下哦 哇 湾仔码头北国香水饺 脆险地道东北肥厚木耳 密制北方酱料 感知面皮更劲道 好香哦 湾仔码头北国香 木耳酸菜猪肉新上市 天气变化容易感冒 咳嗽谈多 谈多咳嗽 快用肺宁颗粒 脱脱的 修正牌 肺宁颗粒 意大利美雪 缔造良感之光 飞雕开关 品味非凡 飞雕集团 爱情每一个人都应该去追求它 对 谢谢 给她一个明确的答案 我真的不是有意伤害你的自尊啊 然后 就 对不起 我 祝福你 谢谢 我们握个手 特别感谢你 黄奴 我知道你今天在现场的表白 也许是出于你的这个 内心的 某种感觉啊 这个我们也尊重你的这个感觉 但是我真的得跟这黄奴说 爱情这个问题上 不是靠道义的口号 可以去获得对方的感觉 如果你把自己无限的神圣化 或者无限的人格崇高跟拔高的话 你恰恰可能缺乏 对他人应有的关心 我们经常会在爱情当中呢 会发现 你看 我这么好 我这么执着 但是你对我都不接受 为什么 你这个想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爱情是两人的事 是双方取悦于对方 甚至甘心情愿地愿意为对方做付出 而不要回报 所以 只要这种神圣的概念 一旦存在在你自己的这个身体里面 你天然就跟对方 具有了不平等 而不平等 一定是破坏爱情的罪魁祸首 而且黄奴 我也从女性的角度 给你提出一点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并不在于 你的身高 你的长相 其实你很擅长 让自己表现得很幽默 表现得很智慧 很豁达 甚至很高深 但是你最不擅长的 恰恰是 袒露真实的自我 让别人真正地走近你 好 接下来 你会选择 向你心仪的这位进行表白吗 尽管你可能知道 风险会很大 对 我过去把它签下来吗 可以 你可以走向它 好 十一号 虎康 还吓了何梦怀一跳 因为我们俩在北京嘛 然后 从你第一期上这个节目的时候 我就在看 然后看到以后觉得 嗯 不错 是我要的 然后我就去面试了 面试 然后没想到就成功了 然后就来了 本来其实我给你准备糖的 但是我忘拿上来了 不好意思 因为太着急了 没关系 然后 我今天给你唱一首歌吧 我愿意 无声又无声 触摸在心底 我愿意 传言 吞没 我在 寂寞里 我会抗拒 特别是压力 大声的 告诉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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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为你 我愿意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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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记我心里 就算多一个 停留在你怀里 失去世界也不可惜 我愿意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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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都是一个人在奋斗 然后我在北京也是一个人 我知道你北京在哪住 而且我每天拿一个西红柿拿一个鸡蛋 然后在你家楼下找你 不看该吃饭了 该吃早餐了 我厨艺绝对比你好 谁能百里挑衣由黄轩法国喜庆甘红独家挂名播出 你等了很久 我也一样 等待一瓶杰作的诞生 只为你的这一刻 只为婚礼酿造 法国原品进口 有喜事 就有黄轩法国喜庆甘红 下雪了 好美 必胜客酥皮芝心牛肉披萨 味道更美 柔嫩多汁的牛肉 独特酥皮芝心饼边 还有芝士菊大虾 节日欢聚就在必胜客 全方位浮动剃须 非科剃须刀 天气变化容易感冒 咳嗽谈多谈多咳嗽 快用肺宁颗粒 脱脱的修正牌 肺宁颗粒 二雅半年了 一年快乐 二雅 鸟一鸟 甜甜 啪一啪 玩具和马年只有二雅二 胃痛 胃酸 胃胀 管用斯达书 修正药业 湾仔码头北国香水饺 脆显地道东北肥厚木耳 密制北方酱料 感知面皮更劲道 好香哦 湾仔码头北国香 木耳酸菜猪肉新上市 旺仔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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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丰富品质包子 陪你成长每一天 我爱旺仔 我爱旺仔 大家和国都欢喜 哇 金色肉织 源自意大利的传统工艺 传承费利罗多年的卓越记忆 精心制作 费利罗肉织 金色经典 金色圣诞 东方卫视12月7日起 真实见证追梦计划 以梦想为耻难真 即刻出发 追梦计划由大正进口汽车和东方卫视联合播出 Q。 我最喜欢的 我要新推理 奥击子 ya 尺 小桶 小桶 决球 希 below 这 脖elt 他 我 而 天祭和马连 只有二六二 荣情与口 有爱心声 阿尔卑斯 东方卫视12月7日起 真实见证追梦计划 以梦想维持难真 即刻出发 追梦计划 由大正进口汽车和东方卫视联合播出 六位帝皇 胶囊啊 过去吃一把 现在吃一粒 修正牌六位帝皇胶囊 管用 修正药业 胶囊就一粒 阿娘快点了 阿娘快乐 阿娘 咬一咬 甜甜 胖一胖 关键和马连 只有二六二 谁能百里挑一 由黄轩法国喜庆甘红 独家挂名播出 你等了很久 我也一样 等待一瓶杰作的诞生 只为你的这一刻 只为婚礼酿造 法国原品进口 有喜事 就有黄轩法国喜庆甘红 首先很感动你会为我唱这个歌 我来这儿不算太久 你也不是第一个跟我表白的女生 我很欣赏你的性格 也觉得你就是性格爱恨分明的 特别适合做朋友 但是如果一定要让我选择跟你交往 或者是组成以后的家庭的话 我恐怕做不到 因为我是对自己的未来 要求特别高的一个人 对事业有很高的追求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 更多的是一个贤内助 一个贤妻良母的这种影子 但是我从你身上感觉不到 那种贤妻良母的影子 你是单亲家庭 我也是单亲家庭 我更多地希望未来我的另一半 她的父母能够是给她很多爱 也许不要很富裕 因为我也缺失了很多父母 对我精神上的一些关怀 所以无论是性格还是家庭来看 我都不会选择你 不过我们家里原来女人很多 你看你是跟爸爸过 我是跟妈妈过 我缺少父爱 你缺少母爱 其实我是跟妈妈过 只是我跟爸爸关系比较好 是这样 那你没缺少什么爱 但是我小学我就开始注读 我一直都是一个人在奋斗 然后我在北京也是一个人 我知道你北京在哪住 而且你不害怕 每天我拿一个西红柿 拿一个鸡蛋 然后在你家楼下找你 不看该吃饭了 该吃早餐了 不会我 我马上要搬家了 没关系 你搬家 我都知道你搬的 但是真的让我选择要跟你交往 或者是组成家庭的话 不考虑一下 不考虑 那好吧 行我明白了 谢谢 那抱一个好吧 可以 谢谢 谢谢 谢谢补康 说真的 不会真到补康他们家楼下 拿个西红柿 拿个鸡蛋什么的 等着他吧 应该会做出这样的事 真的 真的 反正我知道他们家 现在在哪里吗 重点是鸡蛋是熟的吗 西红柿是熟的吗 是要给他吃还是要砸他 不是 是闯进他们家给他做 然后喂给他吃 补康 我厨艺绝对比你好 所以不需要你做 也不需要你胃口吃 他太伤人了 真的你太伤人了 太伤我了 你知道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吗 因为你给人的感觉非常的坚强 有的男生就是这样的 觉得对方可以承担 足够的有勇气 足够有坚强承担的话 可能就相对来说 直爽一点 直接一点也好 现场太强大了 也挺好的 现场得到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对 你要跟你说再见吗 好 不管怎么样 给我们留下的非常动人的歌声 好 我们都回应了 再见 再见 这里是由黄璇独家冠名播出的 谁能白里挑一 好 那我们再次感谢 有喜事就由黄璇法国喜庆肝红 对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 同时呢 我们要感谢由金冠 给我们所提供的金冠黑糖化霉糖 下周同一时间 随风王卫射 随风白里挑一 我们不见 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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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我们在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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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 明天大陆 你们在不见 里面